耿小姐上个月跟家人一起到韩国家族旅游 在订房平台预定两间私人房 三天先付64万韩元 大约台币一万五 但第一天因为班机延误 错过入住时间 老板也同意取消订房 第二天一早抵达 老板马上收了现金49万韩元 大意的是忘记拿收据 回国之后不止被收现金 还被刷卡 住宿网上的费用并没有取消 耿小姐回国之后 多次跟订房平台沟通 一下说得要拿证明 一下又要文字档 再来要求拿收据 一开始老板担心被篡改 不愿意提供 最后收据是拿到了 但耿小姐指扣老板不断说话 最后甚至扬言提告 只好报请韩国观光公社处理 收费问题还没解决 网路上不少人踢爆 有言语骚扰甚至行为骚扰 老板会打你一间抠手心 甚至直接闯进房间 夹介聊天关心 欲举行为样样来 韩国旅游专家也亲身经验过 其他网友就说 今年三月也住过 没有电梯 晚上没有水洗澡 房间内不可以饮食 只能到一楼吃 但晚上十一点就会洗灯 更可怕的是 老板可不接受任何批评 评论 答案提醒遇到事情 不用多想报警就对了 如果你当下没有报警的话 你当下必须要说证 在韩国遇到状况 可以拨打1330旅游咨询翻译热线 能解决旅途中的疑难杂症 毕竟语言不通 在遇到突发状况 有个求助途径 可以一起想办法 TVBS 许家瑞玲一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